凡事在寻亲路 遣除一家战口连环被拐的离奇往事 我整天就是脑子想嘛 想到家里我爸爸妈妈弟弟妹的名字 还有我的名字 都记在心里了 穿越时间一物 连环案背后 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妈妈就是特别相信他嘛 就是把我们交给他 余处的追寻能否是家人重聚 三 二 一 有爱有奇迹 我要找到你 这里是安徽卫视公益寻亲即时节目 我要找到你的节目现场 我是周群 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述一个 狮子家庭所发生的故事 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如果您想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您的家庭当中 有需要帮助的 可以登陆安徽网络电视台 在我们的首页呢 就会有 我要找到你的寻亲专区入口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共微信号 还可以拿起手机 选择微信摇摇 对准屏幕摇动手机 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即时互动了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 他们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李春伴女士 欢迎你 大家好 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资深媒体人郭松明先生 欢迎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宝贝回家的寻子网创始人 张宝燕女士 欢迎 大家好 大家看到在我的身后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今天事件的主人公 多年前夫妻俩一次意外的争吵 让这个家庭当中的两个孩子双双被拐 三十年来 这个家庭当中被拐的长子 一直在努力地四方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他希望能够让五口之家 重新聚在一起回到当初的甜蜜之中 那么三十年前 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82年8月 四川省滋阳市乐志县 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再一次负气地走在离家出走的道路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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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几个月前 母亲邓永碧和父亲蒋正良闹起矛盾 这对夫妇都气急败坏 怒不可恶 母亲留下小女儿 带着两个儿子就回了娘家 可是对经济拮据的娘家来说 母子三人渐渐成为一个不小的负担 这一走母子三人无依无靠 邓永碧傻了眼 正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名叫江大海的男子巧合地出现 这个男人对邓永碧大献殷勤 关怀卑之 几乎没有怀疑 他独信了这个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男人 不久后 江大海和邓永碧在村里办了喜酒 这真的就是邓永碧渴望已久的温馨家庭吗 我还这么小 家里头开得这么大 但我们要出去打工 此时的邓永碧没有多想 把孩子交给小姑照顾后 安然地跟随江大海出了圆门 等下小姑带你们俩去 你们没去过这个地方玩 来去嘛 去了你们去小子了 马上好玩得很 来去了 来来 小姑竟带着孩子一路来到火车站 分别只有八岁和六岁的孩子 将被这个女人带往何方 他们还能平安无事地回家吗 当兄弟俩一觉醒来 已经来到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地方 然而 一个更恐怖的计划 正一步步向他们紧逼过来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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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你不要老啊 小弟不要老 你 这就是你的家 你要回来是吗 你看你衣裳好脏 小姑在你上个买衣裳 你把弟弟在那儿去 我带弟弟到干什么买衣裳 你坐在乌头开头 看到东西 大约一小时后 蒋花芳只身一人回来了 小弟却不见了人影 你得到去 我弟呢 你弟 走 你把我弟找回来 你带我去找 哎呀你喝啥嘛喝 过天还带你回去 不要老了哈 蒋花芳的计划并没有结束 他非但没有带蒋学才回家 反而总是带着他去见不同的陌生人 你们看这小娃长得多好嘞 以后还可以帮你们给弄火 然后你去打着嘞 给啥做 我有家要回家 找我妈 哎你拿球 还没从弟弟消失的噩梦中醒来 小学才却要一次次挣扎抵抗 躲避被卖走的凶险惊犯 然而 头脑清楚的他知道 想要回家 必须跟着这个女人 你不要跟着我 跟着我回家 马上车手 蒋花芳也越来越清楚 这个八岁大的孩子 是根南啃的硬骨头 要短时间里把他卖走 火力 是不可能了 可是带他回家 哥哥一定会找弟弟 所以一定得把这个小尾巴甩掉 任凭小学才怎样努力奔跑 高声呼喊 却再也没能跟上蒋花芳 这个女人的远去 把小学才孤身一人 至于陌生的街道和人群 八岁的男孩该如何生存 三十年前那一场意外的离别 让这个无口之家痛苦至今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家庭当中的长子 蒋学才请到了现场 有请 你好 您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41 那个时候你才八岁是吗 对 当你一觉醒来 发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呢 那时候就特别想家吧 你有没有意识到 那个时候有点危险 你身边这个所谓的姑姑 可能会威胁到你们的安全 因为那时候把希望都寄到她的身上 希望她能把我带回家吧 就那时候 就其实那个时候你是信任她的 因为毕竟 她跟你们还是有一点点 这种亲属关系 所谓的亲属关系 对 妈妈就是特别相信她嘛 因为就是把我们交给她 那这个所谓的父亲 你后来见过吗 没有 这个姑姑呢 姑姑就从把我们卖掉之后 从来没见过 你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事有什么感觉呢 那我也想请教几位专家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例 他跟我们之前接触到的拐卖事件 完全不一样 这是利用人与人之间 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然后结合成家庭之后 再把这个家里的亲属给拐卖了 这种事件 在我们平常接触的打拐事件中 是常见的吗 这种事情就是经常发生 因为在人犯人眼里 他们只有钱 没有亲情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 贵州有一个哑巴 叫金哑巴 他们家这个大姑爷 把岳母 小姨子 小舅子 都给卖了 一家九口人 让他卖了七口 就剩个岳父和他自己的喜本没卖 那么这一点我想强调一个 就是在法律上 不管是不是有这种血缘关系 不管是不是有贫富关系 只要贩卖人口 都是触犯了法律 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所以真的我觉得孩子的家长 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来面对这些可怕的人贩子 接下来呢 我们总结了一些 非常离奇的拐卖方式 我们请所有的家长朋友 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一看 提高警惕 来 我们看第一条 拐骗方式一 孩子拐孩子 午后平行相合的小区中 一名不起眼的男子 悄悄地对自己孩子说了些什么 小姑娘欢快地跑下了一遍 原来不远处还有一个年幼的男孩 正在独自玩耍 小姑娘亮出了自己的玩具 两个孩子很快打成一片 不一会儿 小男孩就跟着这位小姐姐 离开了原地 男子带着两个孩子 迅速撤离现场 孩子就这样被带走了 这个场景非常的可怕 但是也是常见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孩子其实会给大人一些麻痹的感觉 比如说我自己带孩子去游乐场的时候 因为我女儿有时候会有点胆怯 我会鼓励她去在这个环境里 你交一些陌生的朋友 但是看到刚刚这条 我确实心都拎着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如果孩子是和一个认识的小朋友在玩 我可能就不是会很注意了 但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会有些陌生 不是周围经常见到的熟悉的面孔 我可能会 不由自主的我会去看看她的父母 看她的父母在哪里 看她的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现在就是人贩子 他也是利用孩子拐孩子 他对自己的风险系数是降低了 因为很多人吧 他本身就是不防备 2007年那个河南西川 当时就是叶征喜的一个家族 九个月期间就拐了九个孩子 后来发现他们拐孩子的方式 就是利用一个孩子 把那些孩子给拐走了 陌生的成人会让我们提高警惕 但是陌生的孩子 往往会让我们麻痹大意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 今天王女士和平常一样 带着孩子在广场上晒太阳 此时一位笑容可拘的女人坐了过来 就在一步步攀谈中 女人很快得到了孩子的全部信息 就在此时 她突然将孩子抢到自己的怀中 王女士大惊失色 围观群众聚集而来 对方说出的准确信息 让所有人相信 她才是孩子的妈妈 就这样 孩子眼睁睁地被人带走了 这个场景应该说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微博上多次被转发 而且面对这种情况 当周围群众也不明真相 在围观的时候 我觉得家长包括老人会百口莫辩 心急如焚 反而不知道怎么应对了 所以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 我想请三位专家 吃一些招 看看大家该怎么办呢 其实她虽然知道名字 对吧 知道上没上幼儿园 但是你其实作为妈妈 你更了解她 你比如说这孩子身上 有没有记号呀 这些细节 你可能会比她更清楚 所以就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甚至说旁边也有同伙 那么这个妈妈呢 就算大脑一片空白 但是要做到一点 就是一定要拉住这个人 不让这个人把孩子从眼前抱走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个事情会越闹越大 人越聚越多 那自然会有人来报警 我也想提醒一下 如果大家发现这样的情况吧 一定就说不要盲目断定 说这个谁是人犯的 谁是孩子家长 这个时候就是说双方都不要走 马上就是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这样也不能让人犯子漏网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三条 在微博和QQ空间晒宝贝猛照 发成长日记 是时下年轻妈妈们最爱做的事情 却不知同时也有另一些人盯上了猛榜和微博里的内容 这一天下午 一位自生孩子小姨的陌生女子 敲响了幼儿园的大门 你就是张老师吧 爸 对 是我 哎呀 我是小学的小姨 今天她妈妈王娟有事来不了了 拜托我帮她接孩子 您是王娟女士的妹妹 是的 她今天有事 是的 女子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自己孩子的信息 而这正是妈妈在晒照片时亲手传递出去的 张老师深信不疑 就这样孩子被人反则成功诱怪 应该说在我的身边 包括我自己在微博微信上 把孩子的照片发出来 分享她这个成长的经历 是很普遍的一个事 我不知道几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确确实实就是说 报道中有几个家长 他们是因为在微博微信上啊 在孩子的照片 同时把孩子所在学校啊 把孩子有一些要做的活动啊 也都发到上面 这样的话呢 人贩子就是掌握了这个信息 去冒领孩子 但是好在这样的事情 现在看有几个都是让老师啊 或者是孩子自己给戳破了 像有一个孩子去了之后 别人去接他 他问那个人 他说暗号是什么 结果那人说不出来 这个孩子就没跟他走 后老师也发觉这个异常 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微博上筛照片的时候 一个是要万分小心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跟学校 包括幼儿园的老师 做好充分的沟通 包括跟孩子之间 都要设立一些 专属于自己的一些密码暗号 好了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四种 现在看起来比较离奇的 可能跟我们之前了解到的 不一样的这种拐片方式 我们也要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万分警惕 回到刚才蒋先生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你们这一场家庭的意外变故 就是因为三十年前 夫妻俩的一次争吵 一次口角 我不太清楚 就是当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 可能有一些微小的间隙 发生争吵的时候 这个会对这个家庭 包括孩子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吗 李老师 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当父母在争吵的过程中 这个孩子心里都会感受得到 而且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孩子会有一种内疚感 自责感 会觉得父母的这个关系的不和 有自己的原因 这是在他们潜意识身处 会有这种感觉 那蒋学才 应该说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过去 如果妈妈和爸爸当初没有吵架 如果妈妈没有赌气 带着你们兄弟俩出来 如果妈妈没有去打工 把你们交给所谓的姑姑 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吧 对的 所以在心里 你是不是曾经也怨恨过妈妈 对的 我说就是妈妈 你把我们带出来 你就说不带我们 你要把我们送回家的吧 把我们就说丢在外头 就是等于是把我们兄弟两个抛弃了 就是我恨他就恨他这里 接下来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他就没把我卖掉 然后就把我丢去在南徽荡山汽车站 然后被汽车站看门的大爷 就把我收留在那里了 在他家里过了大概两个月吧 就是被送到现在养我的父亲这里 安徽荡山距离四川 应该有上千公里吧 非常遥远 你在这个期间 有没有想过回去再寻找自己的家人呢 因为那时候太小 因为就是我 本来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四川那边 我们无法想象 蒋学才在八岁的时候 和自己的爸爸妈妈 弟弟 这一家亲人都分开之后 在居家千里之外的 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家庭 开始慢慢的自己的成长 而在这期间 他想了很多办法 去寻找自己的家 寻找自己的家人 孩子的记忆中 家是妈妈端上喷香可口的饭菜 是爸爸高高举起开心的玩耍 是弟弟妹妹手中的糖果 身上的鲜衣 然而 这些对于一般孩子而言 最平凡无奇的细节 却是蒋学才心中 最深的遗憾和伤痛 七年后 蒋学才怀揣着 从家里偷出来的四十五块钱 鼓足勇气 去往成都 找寻家的方向 曾经的家乡 对于离别七年后的少年来说 已是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 设施卫生 两眼一抹黑的小伙子 很快成为小流氓的猎物 身上仅有的几十元 很快被洗劫一空 这回遍地淋上了她 只能终止回家的路 就一晃 十三年过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活的艰辛 让蒋学才 对家乡 对亲人 对温馨的牵挂 与日俱增 这一次 凭借记忆中 家乡的地名 蒋学才找到了 四川省滋阳市乐志县 然而 细胞的记忆 却依然让她失望而归 家乡都我想 给你打了一个路子县 有没有一个叫太来公事的 记得我外婆家 好像在太来公事 你外婆叫什么 公事记不得了 你记不得 我们怎么帮你找呢 一次次的失望 却一次次牵引着 蒋学才回家的渴望 广播 电视 能用上的方法 她几乎都尝试过 2013年 蒋学才在宝贝回家 寻辞网上 发布了一条 寻亲帖 没过几天 志愿者在 四川省彭州市 慈丰镇 滴水村 搜寻到了 蒋学才 蒋学斌 蒋正良 蒋旭芳 这一连串名字 这与蒋学才的记忆 出现了惊人的巧合 然而 面对这个重要的线索 蒋学才 却显得特决 就此放弃了吗 33年的寻亲路 她的家到底在何方 她的亲人 到底在哪里 那个时候 你独自一个人 准备回乡去 寻找自己 记忆当中家的时候 应该也不是很大吧 那都 13 4岁吧 应该说 8岁离开家 到13岁回去 有5年的时间了 小时候的记忆 可能会有一些模糊了吧 对 你通过什么来 让自己一直加深 这个印象不忘掉呢 我整天就是脑子想嘛 想到家里 我爸爸妈妈 弟弟妹的名字 还有我的名字 都记在心里了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最苦的是什么 找家嘛 把那个爬火上嘛 就是 一开始到那里 是建立那个 收容所 打听嘛 我打听家嘛 他们说 你这么小到哪里找 干脆把你送到收容所吧 他们帮你找 然后我进了收容所 他们就 把我身上的钱嘛 要走 嗯 要走那个人很凶的 我就害怕 嗯 我就给他要了钱 然后我就跑了 跑了从那里 走着走着 就碰见一群小混混 就是把我 身上的钱嘛 就是 我抢走了 然后就没的办法 就是饿了 饿了两天 两夜嘛 就从那里 爬火这 又回来了 又回到当山 所以当三十年后 你在寻职网站的时候 登出这个消息 他们竟然在一个月之内 回复你的时候 你不敢相信 是吧 对 我就想嘛 我说我自己找了 那么久都没有消息 他们怎么会 那么快就能帮我找到 我自己真的不敢相信 我想可能很多人 都会有这个疑惑 包括我也是 嗯 其实他这个 一个月 已经在宝贝回家 不算什么奇迹了 我们最快的是一个 广东丢失的孩子 叫杨婷婷 他的爸爸妈妈 在宝贝回家登记之后 一分钟 我们志愿者 就帮他把孩子找到了 其实对这些孩子来说 他们都感觉像做梦似的 刚刚我们应该说 在寻职网站 发布一个月的消息之后 就传来了 令人振奋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 传来之后 我觉得在 蒋先生的心中 其实画了一个 大大的问号 对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在寻找的 真的就在一个月之内 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真的就是你 日思夜想的亲人吗 我们也非常期待 看一看 如果是 他们会今天来到现场 如果不是 我们还要继续 自己的找寻 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看一看 蒋先生的亲人 能不能来到 我们今天的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演唱 他也会捧细 他也会捧场 并不停 不停 不停 走 牧银 就跳 不停 我 一 你又放 对 那一两位来请坐 看到三个男人坐在这 表情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眼中都倾着泪花 我们来认识一下好吗 你们跟蒋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的池子 你的池子 您呢 这个是外人吗 这位就是蒋先生一直寻找的爸爸 对 所以你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你认出来了吗 是你记忆中的父亲吗 但是当时有点变化 有点变化 就是一直家里面的面貌变了 但是好多的时候就记不起来 找不到那种感觉 当时有些就是怀疑吧 叔叔你还记得他吗 叔叔有点印象 妹妹今天怎么没来呢 妹妹因为在西藏那边 她想赶回来 现在因为那边就事情处理不好 没法回来 所以回想起来 你当时跟亲人见面的时候 见到爸爸的时候 你心里犹豫 迟疑 甚至怀疑过 确认了之后 你做了什么 爸爸说了我儿子的时候 就调皮嘛 把那个牛车给人 就是弄翻了 把自己压在下面 然后爸爸 说起这件事 我 我在记 我就肯定认定了 他是我的父亲了 然后我就叫了一声爸爸嘛 就抱着他就哭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当年他们找到对方之后 确认对方 就是自己苦苦 盼望了三十年的亲人之后 那一个瞬间是什么样 这就是当时 找到了亲人 相认不敢认 确认之后 抱头痛哭 父子俩三十年之后的 那样一个迟到的拥抱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不仅仅是讲学才 再苦苦地寻找 爸爸和妹妹 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你们母子三人 妈妈 弟弟 他们又在哪里呢 时光再次回到三十年前 母亲邓永毕走后一个月 父亲江正良 终于在怒气后平静下来 他想结束冷战 去约父家 把老婆儿子接回家 无奈的江正良失望而返 然而 一位村民的话 却给了他当头疤 这个消息 让江正良吃了一惊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妻子怎能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九年的夫妻情分 难道都化为乌烟 今后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现在又在哪里 你江大海给你朋友两个 所以去打工去了 这个江大海不是好人 他之前还买过四个女人 苦于这一切根本没有证据 公安机关无法对江大海进行立案调查 法律大门紧闭 江大海消失无踪 老婆和两个儿子的线索就此消失 江正良竟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夜之间同时失去三个亲人 江正良的世界崩塌了 原先的五口之家 只剩父亲和女儿苦苦支撑 时间在痛苦和思念中煎熬的度过 三十年来 江正良没有再去 女儿江旭芳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 为了找妈妈 她曾经不止一次的跪地哀求 在江正良家的户口本上 至今还保留着邓永碧 蒋学才和蒋学斌的名字 可是他们到底在哪里 知道邓永碧下落的娘家人 到底能否给予这对 辛苦寻亲的妇女帮助呢 他找了我很多次 我看来很困难 我又不要说了 他们妈妈被江大海撇 就在外面打工去了 突然读治了邓永碧的线索 让大家心头一紧 如果找到他 弟弟又能否被寻回 他们一家最终能够团圆吗 刚刚短片的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就是母亲在外面打工 妈妈的线索 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 我们好像一瞬间 都可以抓住妈妈的手了 可是这么多年来 在找弟弟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离你们特别近的 非常确切的信息呢 有一个 就是听我们同村的人说嘛 就我们那里封县有个地方 一个村那个人 长得特别像我弟弟 你们家说 但是我过去看过了 他长得人比较黑 你就觉得有点出入 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 然后咱们徐州部来了一个 行政大会嘛 然后在行政大会上 我看到一个特别 长得有点像我弟弟 他也说 就是在安徽那边的嘛 所以这个是离你最近的一个线索了 对 而且是你亲眼所见了 对 我们特别的期待 因为今天这个事件 确实与以往不一样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个家庭 失去一个孩子 经历了无数的痛苦 而今天 这个家庭 他们竟然有三位亲人 同时被拐卖 所以 在我们的第一次开门之后 我们找到了爸爸和妹妹 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寻找亲人 母亲和弟弟 让我们再次来期待 五 四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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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 来 各位请坐吧 母亲已经有非常确切的地址了 为什么没有找到妈妈呢 我觉得这个线索已经很肯定了呀 因为妈妈妈 她在那边毕竟有她的生活 我们就是像知道她在哪里了 我们就不去打扰她了 让她 实际上你们是找到了母亲 对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能跟我们说一下 你跟母亲见面的场景吗 因为当时看到她嘛 也就抱着她哭了一场嘛 因为 看到她在那边过得也 也不是怎么好嘛 她们心里也挺难受的 我知道 曾经你怨恨过母亲 对 那么当你见到她之后 这样的怨恨还有吗 在那瞬间嘛 看到她也就 没那么恨了 这个恨对我来说 现在没那么重要了 毕竟有那种情形 那学财 我想妈妈和弟弟 有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面对着前面 那妈妈嘛 我 我虽然说嘴上恨你 但是说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再恨你了 希望你呢 那个就是说 孩子希望你那个帮助能把我弟弟能够找回来 咱们一家还能团聚 再说我弟弟呢 希望他能看到这个节目 看到家里面的亲人都在期盼你回家 希望你看到了你那个 给咱们电视台联系 跟我们联系也行 我想今天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寻找之后 虽然说妈妈和弟弟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父亲就坐在你的面前 这也算是团圆的开始了 可是我知道在你的内心 除了对这个当年无口之家满怀这思念之外 对你的养父母也有很多感恩的话是吗 来 其实我养父母对我的养育针 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说真的 就说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使他收留了我 就说说儿死的时候嘛 调皮嘛 他打我 也是应该的吧 不论将来怎么样 也不能说邻居谁怎么样说 我是他的儿子 永远都是他儿子 我们看的学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从八岁 经历过那么多生活的磨难之后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记忆当中的小山村 没有忘记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 同时 他的心也在感激着自己的养父母 所以我在想真的我们要像他一样 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磨难都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让我们期待着未来有一天全家的重逢 我是我的儿子中青贵 前九年也月六号生 我的儿子不是大眼睛小嘴巴 不得气 兄弟那个玩儿 摇杆上有了个气 我说我的娃娃 我就是担心 我就是忘他回来忘了 周嘉庆宝贝 妈妈找了你整整十三年了 你当时钓的时候 是在成都条顿河点和山堆 妈妈生的时候 连开头到鼻梁上 有一块不是很明显的台阶 而且你要生气的时候 再看得出 你不生气的时候 是一点都看不出的 还有你周边那个日刀 日刀那个边缘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窝心 如果你看到电视上面 妈妈在找你 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共微信账号 同时也可以登陆 安徽网络电视台 进入我要找到你的 寻亲专区入口 还可以拿出手机 选择微信摇一摇 对准电视屏幕摇动手机 参与我们节目的即时互动 有爱有奇迹 我要找到你 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